2016年10月27号,百个未命真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,来自中国报的评论,题为,没有无名的火。 新山中央医院发生大火,死了6个人,毁了6个家庭。 中国报专栏《真子约》作者真子全提到, 本该救人的地方和医护人员却无能为力地看着病人受困,活活被训死。 病人的最后一道求救眼神,消失在无情火之中, 真是人间最悲痛的事。 中央医院有很多的病患及遗器,是一个万万不该起火的地方。 世间没有无名的火,所以要串查研办,到底问题出在哪里? 对于医院的设施老旧是事实,也不是第一天出现的潜在危机, 而且院方已经备有相关的防范设备和应对措施, 所以这不是引发大火的理由。 明知火魔无情,明知该防患于未然,为何教训总在悲剧之后? 防范一早做足做好的话,救灾就越迅速,死伤也不至于那么严重。 难道医院流的泪还不够多吗? 接着有新州日报的评论,题为青州一国万重山。 新州日报专栏总编时间作者郭清江, 以国内在过去一周发生的热狗风波为例, 担忧认为国家正走在日欲伊斯兰化的轨道上, 而且一切来得非常自然, 自然到当我们默然回首时, 才发现青州一国万重山。 而在上周赴会的国会中, 伊斯兰党也正用着洪荒之力,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, 推着成立伊斯兰国的议程。 在热狗风波成为国际笑柄后,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的官员跳出来澄清, 并不会因为名称而不通过清真认证申请, 但是一轮政变后, 又有谁会带头纠正或要求修改这条清真食品条文呢? 我国人口以马来人及穆斯林为主, 未夺得伊斯兰的血票, 各党都不敢带头纠正, 伊斯兰党更不必奢望。 其实早在四年前, 人民熟悉的AMW已经将Rubier改成RB, Cony Doll改成Chicken or Beef colony, 原因是担心在未来可能被撤销清真认证。 此外, 其他有关违法清真的名称, 如火腿、肉骨茶、培根、啤酒等都不能用来申请清真认证, 这已经是早已存在的条例。 如果不是发生anti-M事件, 还不知道伊斯兰化政策走得如此彻底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